境外確診個案不斷增加 就怕醫療體系無法負擔 台北市調用了建坦青年活動中心 作為加強版專責防疫旅館 中午為止有增加10位 所以有16位是從機場這邊 符合我們條件20到39歲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送過去的 那台北市他這邊針對他這個防疫旅館 這個採檢陽性 如果也符合這個年齡條件的話 他們也考慮說會把他也送到 他們的加強版防疫旅館去 台北市長柯文哲到建坦活動中心 視察動線與通風設備 確保防疫措施到位 卻傳出有保全未受過防疫訓練 要幫入住者提行李 甚至有保全擔心染疫而離職 如果假如說這個行李上面 粘附相關的病毒 那在這些保全人員 沒有做好雙手清潔的動作之下 還是有可能會在不經意的過程當中 觸碰到自己的眼睛 關注